大家好,我是Dane 在我身上留下了很多伤痕 那之后我没能继续去医院 但是因为那所医院对我来说是来往最方便 接受治疗也最方便 所以在过了8个月后,我又重新打了电话 结果又是那位年轻的护理师接了电话 我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用那种语气跟我说话 但是我善良的对应了 今天第三次通话的时候,我实在不能忍耐就对他说了 我忍耐了7次已经足够了 是看我好欺负吗?是在测试我的性格吗? 因为护理师你不想要再去了 结果护理师只是反复回应 好的,那挂了,结果今天当面谈话了 误会,在精神课甚至是护理师 能这样对待忧郁症严重的患者吗? 为什么要耍大牌呢?如果你家里有忧郁症患者 被像你这样的护理师无视刁难的对待 被比自己小很多的人当作出气对象 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我是想要接受治疗 不是要被你当成出气对象 8个月前我的状态真的很危险 不知道后来是不是因为真的有认真听我说的那些话 自己说会离开医院 我去过很多精神课,但你没有资格 我也同意你该要离开 如果不是要更加学习,更加为患者着想的话 请不要给医院以及患者们伤害 下次去的时候,希望你能领悟到很多 也希望能像你说的一样,不要在那里了 在上传这个天文之后 虽然也有很多鼓励安慰的留言 但是相对也有很多指责讽刺米娜的留言 甚至也有很多人身攻击性的留言 结果米娜再次上传了满地都是血 疑似自XX的十碗照片后留言 怎么了?很脏吗?又倒胃口吗? 你们的一句一句,我就用这种方式发泄 啊,自X秀,是为了博得同情心而做这些? 那就给一点同情心看看吧 让我去精神病院,我已经去了十年 我为什么会发疯?你们以我的身份活过吗? 到底是知道什么每次都要踩踏都要叫呢? 我活得很努力,我活得像傻瓜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本因缘的网友们也都放弃了 拜托真的不要再展示自XX照片了 搞不懂为什么要上传到IG上 这都是为了求救,真的要去医院看看 所以粉丝们跟大众们都要他去医院看看 休息一阵子 但是他一直在IG上传那些郁闷的内容 真的爱惜他,安慰他的人,到了这种程度也会离开的 虽然很抱歉,但是周围如果有一个那种性格的人 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虽然知道是想要大家知道自己很累 但是IG也有很多年纪小的朋友们在看 所以上传这种照片 应该是米娜现在的精神状态已经想不到那些了 真的希望周围能有人好好照顾她 真的越来越担心米娜的健康了 希望她能没事 目前米娜已经删掉了这两张贴文 现在看韩国网友们普遍的意见的话 担心米娜健康的人,觉得米娜有点过分的人 双方的意见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于米娜今天的消息,大家觉得怎么样呢?